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密西根州二号这家汽车零件工厂遭到烈火吞噬 产线被烧坏无法顺利供货 导致福特F150系列缺少零件座车只好暂时停产 F150是福特金基姆2017年就为公司创造411亿美元营收 标迫依照台币占总体营收28% 另外福特4月底才宣布北美市场将删除房车都会车等车款 全力投入皮卡修旅车生产 没想到现在突然受到重人波及 加上皮卡车市强敌环似都让福特劈劈磋 Ford may be the leader but GM is nipping at its heels and Ram has been steadily picking up market share 分析师警告福特只要停产 两个礼拜第二季获利恐怕会短少3.1亿美元 目前福特只能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员 早日恢复产现把灾情降到最低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